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今天第一张图表叫做黑定额指数 黑定额指数今天这半年来又来到相对的高点 当然今年有几个高点 像上次4月份的高点让台北股市稍微拉回一下 那国际股市啦 但是我说过黑定额指数现在是148.1 投资表你不用几 通常过了150 你说148会不会来到150很可能 但也有可能明天又下来了 因为昨天涨了3.9% 涨了5.6% 黑定额指数的创高的话 这个对市场上比较不利 那黑定额指数如果过了150以上 通常预告说一个月之内 可能会有一些大事情发生 这个准确度高达八成 我们看今年一月份的 今年最高的一月份 我们用一年来做标准 就是这里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一月份的时候 曾经来到150 这是 月底年底这150 你看来到这里的时候 后来之后我们没多久 像今年也忍心来到这个高点 150附近 这就是150 你看来到150附近 一月份来到150附近 过完一月的时候是不是重挫 台股那时候跌1000点 这不能小看 不能小看 所以150是很重要 你看都在150以下 这个都有 但是风险都不大 过了150就有风险了 黑定额指数的下跌的话 可能就意味着 有些事情可能隐藏在背后 照理说现在川普的 中美的贸易之战好像 好像有点高一个段落 那这个涨上会不会是财报上的一个利空 会不会呢 会不会说财报 像今天盘工的Netflix的财报 就不怎么样 那Netflix就跌了14% 跌了14% 我们之所以这样跟大家讲说 我们在讲股的过程里面 很多东西都要稍微做提前的预告 跟知道 我们股票也很少 该卖就卖 一到两档而已 你担心什么 那该停损停损 该停利停利 股市就是这样子 股市就是这样子 那后天就是所谓的生计展 我认为生计展展完的时候 电竞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这些 都是我们这时候 在跟大家讲的股票过程当中 一些基本的经验跟法则 但是今天 因为它现在来到148% 我还 有点小担心 但是还没有完全 说不定明天 应该有时候 来到就急杀下来了 这个就是 会不会明天就急杀下来了 但是为什么 突然间有这个 黑天额指数的晃动 这一点大家就稍微要留意一下 先今天开场白 先跟大家讲 黑天额指数突然间涨到148 148 那这个是不是意味 有什么情况发生 过了150之后呢 意味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之内 那一个月之内 可能是一个礼拜 也可能两个礼拜 但是你是必须心里要有数 但是毕竟还没有到150 还没有到150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一样 那这个也没有百分之百 大家顺着试做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大盘 现在在想什么 昨天跟大家讲 8261的附顶 今天中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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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昨天涨成间谍 所以你该卖一趟 我跟他会再买 我还是看好他 还是看好他 因为这个MOSB的概念 我觉得至少国际股市 这个块是继续在强的 那一样有些股票 我觉得像这个 这个华讯 我觉得这个有主力在里面 看来很明显 主力在里面很明显 这就是全世界都在讲 智慧音箱的概念 我们也跟大家讲说 现在苹果是下半年的主流 苹果是主流 Apple 那苹果这个主流的重点在哪里 苹果如果是主流的重点在哪里 这样大家懂的意思吗 我用了铜箔基板 铜箔基板 鸡壳 苹果就是要靠这一些 虽然今天台北股市有点小震荡 但是很多股票 我觉得是机会蛮大的 像这个细码也是啊 他是做苹果的Apple 这个3511的 细码有没有 他说这个人家今天会排荷达 涨平板 接几天 你看细码有涨平板了 跌个两天荷达上来 像这种股票就是说 细码亏损的公司 但是他是做穿戴 穿戴的 那就是专门做 做苹果的 iPad的 耳机这一方面 那你看这个也转股了 转股了 细码 转股了 那这个前两天也是 就是从20块急扎到18 一下子一成都不见 你看又上来了 其实我跟大家讲 最近的股市操作 就难度比较高 它会一天涨一天跌 所以大同MOSFI 今天就拉过 明天MOSFI就涨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大家操作上的技巧 一定要拿捏得住 要拿捏住技巧 技巧 加上黑天鹅指数 蠢蠢欲动 再加上VDI散装指数 也蛮强的 那这都告诉我们 一件什么事 就在这里的话呢 你必须有一个 短净短处的观念 你必须有一到两档的股票 持股的观念 这些都非常重要 这些都非常重要 股市就是这样子 同学们 这是我跟你讲 道理在这边 你要懂这个道理 你懂这个原因 原理在哪里 你做不了一点都不会辛苦 为什么 因为该多的时候你就多 该空的时候 你也不能躲过 没有人跟大家讲 黑天鹅指数 我去林泰 特别在这个位置上 跟大家讲黑天鹅指数 我说过 有些东西不能碰了 被动元件不能玩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叫这个 加金啊 这个什么 细晶元概念的也不能玩了 你看2049的上瘾 今天破底 快要破底了 上瘾 上瘾的那个 现增价才250块 这还有60块可以跌 那那也没有什么 你看那个全世界第一大长 6481的先进滑轨 跌成什么样子 像这些都是 都是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 非常care care而且非常小心的 股市走到这里的话 你看这个 你看他前两天还大涨 昨天还创高 至少这一块 两天才就是打回原型了 这就是说过 现在股市的操作难度高 你一定要有短线进出的做法 短线进出的做法 我们经常跟投资朋友讲说 股市的一个奥妙点就是 它不会永远的多头 当然它也不会永远的空头 永远的空头也不会 那当然就是多头 多头的走完就会走到空头 多空的决战点绝对是看 相关的避险的商品 不然我不会今天突然间 跟大家讲什么 黑天鹅指数 这些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们持股也很少 我们今天还没有看空 我说黑天鹅指数 真的过150的话 有一个月的观察期 那我们到时候再来做决定 问题是还不到150 美国纳斯达克也都还没跌 所以这个也不能是空头 只不过这个警觉性来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再讲一遍 两个族群千万别碰 一个叫 你看这个叫台胜科 二辣回来 刚好反弹两层 台胜科 矽精元这一块 被动元件这一块 你都要步步为引 小心在意 好 时间到了 我们不能再讲了 每天到晚就这样子 盘工最及时的时段 不要分析 加入我的line 小老鼠外衣S528 小老鼠外衣S528 就是我的line 最近刚好在财报公布的关键期 希望你先用我的line 如果你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话 我们是做单股的 就是持股一到两党的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